大家好,今天要介紹的是結構缸的認識篇 今天最主要是運用結構缸來認識一下它這些種類 所以我們從字面上可以知道 結構缸其實就是運用在結構上面 像是建築或是我們有一些機械的一些結構上 它最主要扮演的是一個支撐的一個角色 所以結構缸的運用顯得格外重要 你的骨架如果用得好的話 那基本上整體是不會有太大問題的 所以相反如果你的結構沒有使用好的話 那可能會出問題的 那這裡你可能會思考說 那有時候我們就使用結構缸的一些材質 那就不會有問題了 那這是不一定的 我們要取決於說我們選用哪一種結構缸 運用在什麼場合會比較合適的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來了解一下 哪一些結構缸的一個用途大概是在哪裡 那結構缸是怎麼樣的產生呢 它最主要就是我們運用的材料呢 運用在一個妥善的地方 所以呢它能夠更節省材料重量等等的 但是能達到的強度呢相對也是會不錯的 那就是這樣的來產生 所以我們運用它的特性呢 用起來的話結構是非常穩固的 首先呢是腳鐵類的 那腳鐵類呢我們可以大致上分兩大類 第一個呢是等邊的三腳鐵 另外呢是不等邊的三條鐵 所以從字面上我們就可以知道 一個是兩邊等場 另外一個是兩邊不等場的 所以腳鐵其實很常運用在我們生活中 那腳鐵像是什麼 像是我們一些重型的置物架 你就會看到一些腳鐵 是用腳鐵的結構做成一個置物架 所以它能承載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那差別在於說我們的腳鐵呢 側邊可能會做一些衝孔的一個部分 可以做固定 或是有一些會做焊接 那其實呢結構缸我們都可以這樣運用 我們可以鑽孔、衝孔、切斷 或是做洗銷等等的一些加工 或者是把它焊接都是可以的 那就看我們怎麼去運用它 另外呢腳鐵我們可以把它想像一下 它就像是一個板金 我們一個平板金 然後在側邊呢做一個折邊的動作 那我們不要小看這個折邊 一旦有了這個折邊之後 我們整個板金的強度就會變好的 那你就是用這種思考的模式來想像一下 所以呢它當這個折邊的高度越高呢 相對的它板金的強度就會越好 那像這裡我們一般呢都會運用腳鐵這個特性呢 這個方向的支撐力來做一些補強 有時候呢我們會看到 像是冷氣機有時候也會用這種腳鐵的方式來做一些支撐補強 或是有一些地方是 城靠面呢可能比較深長的地方 就會用腳鐵來做一個三角的補強 這是一個運用方式 那這邊讓大家去認識一下囉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鐵管類的 那其實鐵管類呢我們也很常看到這類的一個形式 那像是方管好了 方管的話我們有時候呢我們會在一些家具 我們會看到 當然相對的家具類的這些鐵管相對都比較小 它的壁後也比較薄一點 或者是像長方管 有時候在家具的一些鐵椅我們也會看到 甚至方管或是長方管或是圓管呢 有時候呢會做一些彎管的動作 那彎管呢它就是經過一個彎管的模具 然後進行用彎管機把它彎管出來的 所以呢我們有時候會做一些特殊的形狀 那當然彎管之後它會有一個R角 這樣的變化也是可以的 那另外有時候圓管呢比較大型的我們會看到一些像是管類的 它可能有跑一些氣體 或是一些好像比較大型的汽油壓等等的 都可能看到這些管類的一個形式 那最主要呢我們來看到鐵管類的話 我們一般我們所看到的呢 相對它的壁後它可能都會比較薄一點 所以有時候我們像是在建築類的啊 那些主要的結構鋼呢 它都是我們可能比較少看到這些鐵管類的 那這些有可能會運用在哪裡喔 像是樓梯 那可能強度不用那麼好的有可能會運用到 那如果要支撐更好的呢 等一下後面會來講解另外一種結構鋼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H型鋼類的 那其實像公字鐵啊I型鋼啊等等的它的形式 都是這樣子大同小異的 都是類似這樣一個H或是一個I的一個形狀 那所以我們來看到H型鋼其實呢 我們最常看到的是在哪裡 像是建築類的 或是我們有時候看到一些那個橋樑 我們也會看到這類的H型鋼 所以H型鋼呢在建築類啊橋樑類等等 這種大型的支撐的話 我們是非常常看到這類的 那有時候你可能想說 那除了用在建築類啊 那還有什麼地方會運用到 其實呢我們如果是在鐵工廠裡面 我們可能也會看到只是你沒有去注意到它 那是什麼呢各位思考一下 其實呢如果說你的鐵工廠裡面 需要掉一個非常重的物件的話 你會想到什麼就是天車 那你如果有去注意的話 發現有時候天車呢 它的主結構也是用H型鋼所做的 那H型鋼它能支撐的力量就非常大的 那H型鋼呢它有幾種結合的方式 有時候我們會看到呢它側邊會打洞 然後鎖附非常多螺絲 或者是說直接做焊接 這兩種都有可能 那其實呢像H型鋼啊 我們也不一定只是用在天車或是建築類 我們如果要用在機械結構上可不可以 其實也是可以的 我們就看我們怎麼去運用它 甚至我們H型鋼用在模式具上面的一些 基座等等的也都是可以的 或是甚至你要把它做成工作桌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這邊就看各位是怎麼運用它 這裡讓大家了解一下 接下來呢要介紹的是巢鐵類的 那巢鐵類另外一種呢 比較類似的呢 像是輕量型鋼 或是C型鋼 U型鋼等等的 我們就可以統稱之類的 那主要呢分成兩種 一種是比較輕量型 它的壁後比較薄 相對尺寸也可能會比較小 當然大一點的也都是有的 那這類我們比較常會用在哪裡呢 我們像是水電類的 有時候我們在做一些管路 或是線路的一些整合的時候呢 它這邊可能會做很多打動 甚至會懸臂在我們天花板上面做整線 我們就會用到這個輕量型鋼 用來整線是相當方便 它可以把線呢收在裡面 整個美觀啊或是我們在整理等等的 都會變得比較方便 那另外一種是巢鐵 那巢鐵的話 它就屬於比較重型的 那我們比較常運用在像是 模式具的基座啊 或是我們一些大型的機械 它主要的基座 我們可能會用巢鐵去做 它有可能用鎖附的 有可能用焊接的 或是做一些固定等等的 都有可能 那我們運用這一類的呢 最主要就是因為它結構相對比較強 那像這裡我們一樣 我們可以運用它這個地方 它的高度 像鋼前面有提到 腳鋼 腳鐵類的 它就是運用了這個折邊 像板金折邊的意思 那這裡 槽鐵是一樣的道理 它只是說 槽鐵這邊呢 厚度就會更厚 那相對強度就會更好 那一樣我們也可以去做 衝拱 切斷 或是一些洗銷的加工 都可以 甚至在上面公牙 鎖附都沒有問題 最後呢 來總結一下 結構鋼的認識篇 那其實介紹了這幾種結構鋼之後呢 我們要了解的是 其實我們不一定說 什麼樣的行業一定得用什麼樣的結構 那這是不一定的 只是說 我們看到了這些結構鋼呢 其實它有一些特性 所以我們要運用在對的場合 像是我們如果是建築類的 你主架構 你可能是一個鋼構屋 那我們比較適合用的 像是公式鐵 H型鐵會比較合適一點 那如果你是用方管啊 長方管 或是圓管 甚至腳鋼 就會比較不適合 因為這邊的話 強度相對是差很多的 那當然如果說你是用在水電 你想要整線的話 如果你用到H型鋼 似乎是太笨重了 所以我們可能是用到青型鋼 就沒有問題的 那如果說你是要運用一個 像是重型的置物架 如果你用到炒鐵的話 相對的 當然它的結構呢 當然是非常的穩固 但是似乎又是太重了 變成是一個過度的設計 它可能強度強到太強了 那我們如果運用腳鐵 其實用起來已經非常足夠了 那我們就可以使用腳鐵 那當然不一定 如果要用其他比較強的方式 把它做得更堅固 也是沒有問題的 只是我們可以選用更合適的 那像是家具類的呢 我們就一般的這種 輕量型的鐵管呢 會更合適的 如果你家具是使用H型鋼的話 又太笨重太大了 所以我們呢就是使用的場合 來選用適合的結構鋼 那當然結構鋼我們可以去做一些搭配的運用 有時候你可以穿插的使用 你可能在H型鋼裡面呢 你可能又用到的一些鐵管 當然主要支撐是H型鋼 這也是沒有問題的 就要看各位怎麼去活用跟運用它囉 那今天的教學呢就到這邊為止了 我們就期待下一次的教學吧 掰掰